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大老师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 就是在我们弗林德斯大学的社工硕士衔接课在读的Skyler同学 我们其实很多的学生会选择现在要去读社工硕士课程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直接申请到社工硕士课程 那么关于没有背景或没有相关背景呢 会有一段半年左右的衔接课 Skyler同学的话现在目前就是在弗林德斯大学的社工衔接课在读 那么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课程上下你的感受好不好 好的 我们课程是接近三个多月的一个衔接课程 然后一共有四堂课 然后大多数的课程都与社会学相关 就是会涉及很多社会学的课程内容 前一两周的话就是主要是看reading和lecture 但是从第三周和第四周开始我们就会有比较密集的作业 然后我们是属于是线上的lecture 就是在上课之前需要去观看 然后还有一个是线下的tutorial 然后老师会根据你们看lecture的一个反馈 进行一个问答 然后为你们解惑的那种 然后会做一些activity或者是group discussion 去巩固你们在lecture学到一些概念 然后的话就是还好 老师都是蛮蛮友善的 我都特别愿意去回答你的问题和为你解惑的 你的感觉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是不是 其实还还好因为如果你在课堂 如果因为我对这个社会学蛮感兴趣的 我自己平时也会看一些相关的视频 所以说我对了上课讲的那些内容蛮感兴趣的 但是lecture里面的内容其实很庞 就是很复杂的 能细讲一下吗 就是你上的那些课程都是跟什么相关 性别 就比如说我们上课会涉及到比如说家暴问题 然后家暴 家暴 然后还有一个是种族歧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与社会比较敏感的话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老师上课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然后甚至包括女性主义 我们有老师就是很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就是她上课真的很有趣 然后你设计这些内容 如果你上lecture有时间很复杂 有时间你都不懂她在讲什么 你需要自己线下去看一些相关的radio 或者或者是reading 去了解这个概念 然后你才能懂这场课她在讲什么 所以其实你课后 你觉得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你就是消化 对 尤其是要写lecture的时候 有些概念其实并不是很好理解的 你需要自己去看一些很多东西 然后才能去理解这个概念 你才能去写那个IC 然后你觉得这个衔接课 其实会不会对你之后的硕士的这个课程 会有帮助 你会不会更有自信的 就觉得我再接着去上社会硕士的课程 我会更能够handle得住 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衔接课 就是给了我一种就是 你怎么处理自己作业的事 然后你会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怎么去分配自己的工作 然后甚至包括你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一种建立自己的学习过程 然后包括自己怎么去写文章的这个过程 你慢慢熟悉下来的话 我觉得读master的话 会对你更有帮助的吧 咱们衔接课的考核的方式 是有考试吗 还是什么样做presentation 我们衔接课最主要的是 基本上都是80%的都是 也写文章为主 然后会有两堂课 会有一个presentation 还有一个是做一个radio 去解释课堂上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它会有各种 那你平时上课会计算在你的 这个最后的分数上面吗 会有 我有老师会做一个 就是上课的上 有没有去上课会进行签到那些 然后还有一些老师会进行 就是每周都会有讨论 讨论完的时候 我们会把自己的讨论的结果 放在那个论坛上 然后会作为我们 那它是作为我们 就是assignment 3 的一个成绩综合 但是只要你只要老师说是 只要你评论了不管你对错 只要你评论了都会有分的 就是免费送分给你的就是 可以的可以